4月18日,豆硝晒出与何超莲的结婚照,宣布结婚,并配文称三餐四季,随后何超莲回应余生漫漫,照片中,豆硝与何超莲身穿喜庆的中式结婚礼服举行婚礼,两人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在亲友的见证下完婚,豆硝的父母和何超莲的妈妈陈婉珍同框,一家人的颜值都超级高,何超莲身上挂满了精气,贵气十足。 4月18日,赌王三房千金何超莲与男演员斗销的婚礼在巴厘岛的六扇酒店举行,一对准仙人花费千万打造浪漫的世纪婚礼,并邀请了圈中好友参加,伴手礼也是价值近6000元的奢侈品。 婚礼虽然低调,但豪气十足,婚礼现场的画面也随之曝光,何超莲斗销的婚礼现场超级豪华,现场不仅摆满各色鲜花,布满阶梯与餐厅,清新浪漫,花团紧簇,梦幻温馨。 参加婚礼的艺人包括有丁子高、孙耀薇、陈美诗、张依珊、知库一等,可谓是星光熠熠,虽然两人已经提前前往婚礼地点打电婚礼事宜,采取了完备的安保措施,甚至请了上百位安保人员及印尼警方的配合来保护宾客安全及婚礼隐私,但婚礼还是被曝光。 作为准新郎,豆霄亲力亲微在婚礼现场监督,与工作人员讨论婚礼场所的准备事宜,婚礼现场在六扇酒店的无边际泳池边举行,摆满了鲜花饰品,不知挂有水晶灯,并有白色钢琴摆设,婚礼现场浪漫十足,何超连与豆霄也为宾客准备了精心的伴手礼,礼盒上印有豆霄爱何超连,都以二人肖像设计可爱公仔图案。 礼物包有护肤品,化妆品,眼罩外,卡片写上玲珑头子安红豆,续节连里共白头,何超连与豆霄的婚礼十分低调,据港媒报道,两人在双方家长的同意下,只邀请了朋友参加婚礼。 婚礼结束后,两人再回香港宴请亲人,为迎接见证两人婚礼的宾客们,何超连与豆霄在当地举行婚庆派对。 何超连穿上定制薄纱印花低胸婉装,戴着皇冠,犹如小公主一样,豆霄穿着T恤,两人男帅女量,与宾客在户外举行派对,相当尽兴。 何超连是赌王何鸿燊和三太陈婉珍的女儿,因出众的外貌被称为赌王最美千金,曾与吴克群相恋多年无果,后来与男演员豆霄相恋,恋爱多年,感情稳定幸福迈入婚姻殿堂。 豆霄是加拿大籍艺人,曾出演《山楂树之恋》正式进入演艺圈,前后出演《危险关系》心步步惊心,《狼图腾海上慕云记》《楚桥传》,《六人晚餐》《燕云台》等热播影视剧,演技深受观众认可。 外界曾认为何超连嫁给豆霄是下架,豆霄则顺利成为豪门坠婿,不过豆霄家是不俗,很小就出国了。 进入演艺圈后事业发展也非常不错,财富虽然不及赌王家族,但也不至于成为坠婿。 港媒报道称,豆霄为了迎娶何超连,准备了价值千万的彩礼,婚礼也是亲力亲为赤子打造, 让何超连有一个浪漫的世纪婚礼,如今两人因为爱情喜结莲礼,非常恭喜。